我希望你重新再追我一次 因为我觉得 在这种感情中 你并没有用尽你的全部的心思 花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你要是 真心的 爱我 你就不会做那些事情 你说的这些 我以后肯定会改 这些该注意的 然后该有的界限 我都会有的 就是我也希望你 也能改一改 然后动不动就 跟我发脾气 如果你能改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有 继续走下去的必要 因为我毕竟 在一起这么久 我还是对你有感觉的 有感情的 我就是希望你 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我就是 还是想继续跟你在一起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爸 请开门 是要追吗 好 好 谢谢 请回 这样一个结局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我觉得再去追吧 刚刚开始嘛 人生也才开始嘛 接下来 让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 京云中央厨房 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的丈夫特别不老实 总是对女同事 还有女邻居献殷勤 对我整天不冷不热的 对这些人特别热情 我跟他吵 他就说我乱吃醋 跟我冷战 最近他的一个怀孕的女同事 每天坐他的车上下班 我俩现在天天吵架 我怎么才能让他改了这些毛病呢 他在一个怀孕的女同事上下班 怀孕女同事的丈夫都不介意 您介意什么呢 所以我想说的是 你与其每天想怎么样 让他改了这样的毛病 不如想想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大度 更大格局一些 女人只有变得大格局了 不会纠缠一些小事 人生才会真正的开挂